大家好,我是王林 我现在在我的师父尼西亚南达大师的居住地 印度的班加罗尔 尼西亚南达大师是印度神师婆的转世 是在沙凡达 大师今天在他的开示中 继续跟我们讲他最近 紧锣密捕的下载的宇宙知识 继续延续他的宇宙的五个行为的话题 在这个开示中 大师跟我们非常明确地讲 只有印度只有继续传承他的传统 也就是说顺应着 以意识源所揭示的真正的科学 来指导和维护自己的行为和思维 这样的一个文化 只有这样的印度才有真正的 继续往下走的这样的一个最大的可能性 因为现在反对大师的势力是非常多 大师他出来就跟我们讲说我是安全的 然后再想要迫害我的人 都是不会成功的 他说你知道我是神 我是马哈萨达西吧 怎么可能会伤害到我 直接他开示就这样讲 然后大家下面就欢呼沸腾 非常为大师开心 因为我们知道大师这次的使命是非常巨大的 他是要把我们整个人类呢 进入带入到进化下一阶段 也就是说我们是会经历从猿猴到人类一般 就是这样这样巨大的这样的一个进化状态 我们将会把自己的超意识打开 进入到进化的下一个阶段 然后呢 大师在讲完这一些之后呢 因为大师是他是非常保守的印度教的传承人 然后呢就有很多印度有很多反印度教的这个势力呢 也是因为当时英国对印度的侵占这样的原因造成呢 就是非常的把大师看成眼中钉 就是非常不希望他再继续传承印度教的圆满证物的文化 所以呢 所以呢 现在就是这些一些纷争的后面的 也不能说是纷争吧 就是 其实大师被攻击这样的一些原因呢 也就是这个原因 然后 如果能用纷争这个词讲呢 其实也不是完全的错误在现在的当下 因为我们的那个N-Truth 就是Nintendo的Truth 这个 我们这个信息库马上建立起来 就是我们会在里面讲 反印度的势力对这个我们印度教大师的本人 以及他的徒弟和他的信徒所做的一些残害的事件 我们都已经开始要收集这些的证据 然后对世人展示他们到底做了有多少迫害我们的 没有就是没有任何的道理 就只是因为反对你想要讲的话 就是不反对你想要讲的真理 仅此而已 他们就做出了很多可以说是伤天害理的事情 非常残忍的事情都做了 然后这个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 N-Truth 我们现在在紧锣密捕的把它完成 然后也会不断的在上面更新 如果有新的事件发生 然后呢 回到这个开示的下半节内容呢 然后大师就继续跟我们讲这个宇宙的五个行动 五个动作 然后呢 他呢 在我们的人生中 我们因为每个人也是马哈萨拉西瓦 我们也是有显化这五种能力的 这个 能力 也就是说我们其实跟神是一样的 Generation 或者是creation 创造 维持 毁灭 困惑 迷宫 以及到最后的圆满 解脱 这五个方面呢 大师就是 会在未来的开示中 进一步的给我们分析 然后呢 在今天大师就讲呢 一个很重要的一点的essence of saturn today 是我们作为人类呢 和马哈萨拉西瓦和意识源呢 是没有质的区别的 我们如果有区别 也只是量的区别 我们intensity的区别 我们在本质上是完全一致的 大师说呢 就是因为我们 就是越 对人 对生活中的 智 敏感 量敏感的人 对量敏感的人 觉得量会影响到人生的人呢 这些人大师说 他的意识觉醒度就很低的 越是不会被量所影响 而是只是被物 被这个智所影响 本智所影响 这些呢才是真正的意识 也就是说呢 只有你的意识觉醒度高的时候 你才会 超脱这个 对于 量的追求 比如说我要留两双鞋 三双鞋 四个 四个大包 五座房子 六匹 六辆宝马车 这些都是大师说 就是意识觉醒度低的大脑 才会注重的这个在 数量这个层面上的区别 他说对于意识来说 数量是没有不存在的 然后只有本质的这个区别 这个方面的它是真实存在的 再有呢 就是当我们能够真正的 大师说能够真正的认知到 我们和马哈萨达西瓦 意识圆呢 造物主呢 只有 量的区别 没有质的区别 在这个基础上呢 我们可以显化更高级别的超能力 这个也是大师将会慢慢给我们揭示的 他这一次下载之后呢 会给我们带来一批新的更强大的超能力 第三支援超能力 比他现在已经给我们的要高深的多 具体有什么超能力呢 其实我们也在 期待这样 希望大师呢 很快就再给我们揭示 展示他新一轮的更新的结果这样 然后呢大师就要求我们今后的每一天呢 都要来听他的开示 这些揭示的内容是会非常重要的 让大家就跟着他走 那明天的GuruPunima 是一个非常盛大的节日 我们呢也会 有这个大师会出来开示 然后也有所有的一些庆祝活动呢 我们也都会 跟踪呢会有中文的翻译这样 那就希望呢大家如果 需要中文翻译 我们可以把你加到我们群里这样 请大家在下面给我留言 我也会把我的信箱呢 放在文字栏当中 想要加入我们群体的朋友呢 非常欢迎你们 谢谢大家收看 你看一看 嗯 谢谢大家